這個國安會拿出的專案報告 說中國是用盡辦法 要來介入我們明年的選舉 所以年底進行 真有可能要有一個 到兩個人的報告告會跟我們斷告 副總統說已經要求外交部 專立來告報告 另外議員王國昌 指控總統府的主義林家如 在總統的轉機 定位到三十七條粉無風雜口 副總統回應說 會請主觀機關來調查 歡迎大家好 副總統參加世界台灣上會 聯合總會活動 各國安會 提出專案報告 中國結局該日明年代算 可能一個到兩個優方 在年底進行跟台灣斷告 我們的方教 另外特勤出難 分譜再去 尤雲國昌 總統府主義林家如 也在全紀點名為三十七條粉 不比照 這兩件事情是不同的性質 行政法上面 有必須要進行 懲處的 那我相信我們的主管機關 都會做相關的調查 並且進行這個懲處 民進東來又在出現 副熱血給誰 月青町在日後 現時台北車站 說出算後就即時副總統 他們去政大連勝 不過月青町對著副熱血 不然你記住說 也讓二十八民進黨全台會跟東京 兩個人是不是東台內 再給他關注